好 你講你正常 他說你不正常 他說你不正常 有我對嗎 你正常嗎 你這樣不行 你這樣最後一句沒有這樣 我會要講老實 那句台語怎麼說 你敢有正常 對 好 來 我這邊都很正常 我先給你介紹一下 有劉海的歡瑞君 大家好 姐姐好 開播以來第一次來的李懿 大家好 對對對 還有一次我們的巧姑娘好不好 好 巧莉 謝謝 好 我們這邊的Junior 大家好 大家好 喜上眉燒的羅莉坦 那我們KOL 黃隆隆 有時候日子 就是一天趕過一天就過去了 然後呢 我們就很多我們生活周遭的 人事物可能都忽略了 當然 還有就是我們看過的東西 從小看它大 可是就不知道那叫什麼名字 然後呢 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可是大家都知道那是什麼 對 對 它是有名字有名字 我至今無法分辨 Blackpink 誰是Lisa 誰是Jemmy 我終於弄到 整個我終於弄到以後 女兒越喜歡別人 他們自己人明明就長得一樣 對 那我女兒氣死了 對 我女兒說爸爸那是誰 那是誰 那是誰 我跟你講啦 我有一次去韓國 然後我一直覺得 有人跟蹤我被監視 因為都好像你知道嗎 好像 我從出機場就看到這個人 怎麼到車市場才看到這個人 那裡都有特工員 不是 你有沒有看過海關一整排女生 全部圖那個那一年好像流行 非常紅的 很紅的口紅 有一年很流行 這個不打緊喔 我連去菜市場喔 那個阿祖媽啊 蹲在地上啊 弄那個辣椒粉啊 這樣子然後 她一抬頭 紅的 阿祖媽都紅的 跟上流行 對啊 我們台灣也是啊 我們台灣不是很多婆媽 有一陣子的流行 紫色的羽絨大衣 然後他們是很多網友說 她去銀行 一整排 一整排 然後找不到自己的阿門 然後還有她看那個捲捲頭 然後背影都長一樣 對 可能就是有一年流行韻綠褲 整條菜市場都玉玉褲 對 我們來請問問各位 最容易讓你搞混的東西是什麼 好不好 是 來 請翻版 我們一個一個看 我們先從Junior開始好了 來 你容易搞混 肉魚跟肉娼 你只是搞混 我還不曉得這兩個是什麼 對 有什麼不一樣 這 這個一樣 這兩隻有一隻 肉魚有一隻肉娼 什麼叫肉娼啊 我們聽過老娼 是跟白昌魚是一樣的東西 那肉昌跟老昌的分別有 老昌是一種人 一個是比較老一點 一個比較嫩 不是這樣 老昌是老昌魚 對 老昌是老昌魚 那這兩個拿出來 我還是不知道誰是誰 美鳳姐妳要不要拆剛剛 我一定知道啊 真的嗎 因為我媽媽非常喜歡吃肉雞 肉雞雞雞不是一個很貴的魚 肉雞雞雞這幾年變很貴耶 越來越貴 肉雞雞雞就是 蘇鹽煎煎的最好吃的 好好吃 又煎熟熟熟 它那個邊很容易就煎得酥酥的 你知道嗎 最脆的 頂頭一買的肉雞 頂頭一買的肉雞 對 萬一一揭曉不是呢 我 我 我... 我自己消失 這一次 好... 你覺得上面吃肉雞 那下面這個想必就是老雞 肉雞 肉雞 來 請揭曉 果然 真的嗎 沒錯 沒錯 肉雞 肉雞跟白雞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它就是小一點 輝哥 肉雞跟白雞有什麼不一樣 齊的顏色 齊的顏色 齊的顏色啦 好細分喔 其他長得住都很像啦 白雞就是白的就對了 對 對 肉雞有一個點 那說白雞 一定有那個斑是不是 對 我給他眼睛耶 你要刺肉雞 你就是 肉雞總共有條對不對 你就給它秤 看幾公克 然後它的百分之二 就是鹽巴的量 比如說它秤起來一百公克 你就放兩克的鹽 這樣刺起來 鹽才嘟嘟好 你放一顆米酒 再刺一點白胡椒 很精準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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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如果妳有成功 OK 那蘿莉塔呢 我呢 是搞不清楚 這些東西 這真的很好 這個我也是 我曾經努力背過它 但又忘記了什麼 真的 而且其實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這兩個 還有透抽什麼 他們一整個家族 真的都分不起來 都不起來 然後而且炒肉 譬如說朋友會說 那妳負責妳去買一些花枝回來 我都亂買啊 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 買回去 而且口感都差不多 然後之前跟阿姨們吃飯啊 也是隨便聲聲說 阿姨妳知道 妳這個花枝炒得很好吃耶 她就很生氣說 這不是花枝 那是馬桑 那根本分不清楚 因為很多人 到底誰會知道啊 章魚 烏賊什麼都分不清楚 不是意思看起來 這個很清楚 大隻的很清楚 那個是魷魚 圖看起來怎麼沒知道 噁心噁心啊 我跟你講第二隻 第二隻我們 應該講說我從小 因為山東人嘛 我們不叫那個 我們叫墨魚 對 墨魚 墨魚是花枝 國瑜是後來 我們小時候都是叫 所以花枝跟墨魚 是同一種東西 我以為不一樣 好像是一樣喔 墨魚跟花枝 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答題 小管吧 第四個咧 小管 小小管吧 小管跟套丘是一樣的東西嗎 小管跟套丘 小管就是小管 那人是呀 人不是呀 人不是呀 就是人是呀 你等一下 等於不要接起來 你當然要告訴我們 誰是誰啊 我是胡雲啊 嚴明更搞不懂了 我沒有住海邊 好 那我來 來揭曉 一個一個揭曉來 第一個剛剛美人姐說是游魚 真的是游魚 那第二個有人說 你猜墨魚嘛 我猜墨魚 就花枝嘛 花枝 那墨魚跟花枝 那表示墨魚就是花枝 沒錯 然後再來第三個 我猜小管嘛對不對 小管 你猜錯啦 等一下 小管長大不就是中捲嗎 對啊 沒錯啊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那這一長大就變魷魚了嗎 沒到這個程度 中捲長大會變大捲 等一下... 那小捲是什麼 他就說小捲長大變中捲 所以說小捲就是中捲的小捲 所以這個真的是小捲嗎 那我來打開看看 真的耶 這小捲耶 小捲就是小管的意思啊 是嗎 去棚啊 不是 你問懷疑哥 對嗎 因為他是那個釣魚達人 他什麼都知道 真的小捲長大變中捲 不會再長大了啦 不一樣 所以不一樣 他永遠長不大嗎 一年就死了 一年就死了 你看他是海洋達人 上司要不要來錄這一集 那最後一個 所以這個是 對 要給大家來猜一下 來 最後來猜 來 給大家 烏賊 是軟絲笨人嗎 還是透抽 等一下 這個是不是我們在吃日本料理 會吃生的的人 有 對 有 就是切開來直接放在飯上面 還會凍著 對 好噁心 所以我猜可能是軟絲 好 那是軟絲嗎 軟絲嘛 可是這個是軟絲 我分不出來 我這樣子整個還是 我們好像沒有看過 活著時候的人 對 我跟你說 你今天節目結束之後 你再拿這一張圖再蓋起來 還是軟絲 對對對 我現在蓋起來了 隔一陣子又忘了 而且越講越混耶 對 因為我現在就覺得小捲 真的長大變中捲了 因為那個有個火箭筒的 那個是魷魚啊 那很清楚 烤魷魚那個 那到底 烏賊長怎樣啊 烏賊好像滿大隻的 那是長這樣子 然後大隻的 對 就是你把 你會噴墨不是嗎 烏賊會噴水到烏賊 烏賊 烏賊都是選舉的時候 才會出現 對 烏賊暫時 那我覺得水裡 還有一個很難分 就是那個 因為我們每次出外景 我以前就是抓到一個 就是看起來臉 就是長一樣的東西 我就說 這個是軟絲嗎 他說沒有 這個是盧曼 然後每次抓到 每次都講錯 你們分得出來 這三個嗎 你知道軟絲嗎 有啦 對 我們的生命是沒有幫助的 沒有 沒有 有幫助 有幫助 我跟你講 盧曼 鯉魚 頭煞 都是淡水的對不對 對 我聽過一句台語啊 就是說你根本不是那塊料 以為沾到一點邊 就以為自己是什麼了這樣子 那個台語很精準喔 你叫你是誰 你是頭煞 吻到海水 我們比較 有喔 我們比較粗啦 只聽過什麼B級推而已 對 你不覺得這句話很精準嗎 不行 可是我們剛剛那句話 有那個前後的規律有沒有 頭煞 吻到海水 叫自己是海產 因為那個頭煞比較便宜嘛 以前 海產比較貴啊 可是我後來會分喔 我可以教大家怎麼分 那怎麼分 就是久了之後 它是沒有虛的 沒有虛 然後 有虛 只有四條虛 嘴巴有四條虛 頭煞有八條虛 那個什麼紅燒頭煞 那個都是 你算虛 你就知道你吃了什麼 因為他們就把它畫得跟老鼠一樣 對 要對 要不會頭煞 都畫得好像老鼠喔 對...醜醜的 四條虛是鯉魚 沒有虛是盧曼 范瑞君是什麼 好難喔 電梯上樓下樓你不會 這為什麼會分布 你這樣嗎 上樓下樓耶 我們這樣的智商 已經沒有辦法 要跟它叫聲叫聲 我跟你講 你不覺得 因為我覺得我的邏輯 就是說 當我在哪一層樓的時候 然後我會看電梯在哪裡 比如說我現在在一樓 對 那如果電梯在五樓 我就會想要把它叫下來 然後如果它在地下室 我就會想要把它叫上來 妳看到電梯在五樓 那所以妳會按下 希望它下來 如果我在十樓 然後如果電梯在十二樓 我就會想要把它按下來 可是它如果在五樓 或者在一樓 我就會想要把它按上 那妳覺得電梯會有什麼 沒有啊 就會搞錯啊 你五樓 你不能叫下來 如果你要上樓的話 你要按上啊 是嗎 我也是這樣子耶 謝謝 我都聽話我講 要讓你一起走好了 不是 你們這什麼智商啊 對啊 天啊 請回放 剛剛還沒有 對啊 我們這樣的智商 已經沒有辦法 要跟它叫聲叫聲 沒有啦 還統一服的嘛 對啊 不是嗎 沒有啊 你在一樓電梯在五樓 他在五樓 沒有 你要按上 是你人為本 你要上樓啊 你要按上 他不下來 你怎麼上 你上了他就不行 對啊 要回放 要回放喔 你按 你讓電梯知道你要上 他自己就會下來啦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有這麼多人 在不同層樓耶 那為什麼需要經驗 可是我們這樣子也是會 坐得到電梯耶 沒有 我跟你講 我有一次搭超久的電梯 因為有些那個電梯 尤其是辦公大樓的電梯 它很難等你知道嗎 然後因為我要到地下樓去 然後呢 我就一直把它叫上來 這樣子 然後結果後來 我就跟著上去以後 我就一直上了好高的地方 你叫上來之後 你就要按你要去的地方啊 它就會往上了 OK啊 往上有人 對啊 容我說句話 美人姐就屬於我們很常 我們在一樓 大家都要上樓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然後過一下 又看她又回來 再打開 然後我們還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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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樣 對 這不是 下一題 李懿 李懿什麼問題 對 你看這有多難 連美人姐都搞不清楚 這個真的不難好不好各位 真的不難 我這個我覺得有點難 我的是 靜止並行跟靜止超車 什麼意思 這好在開車的人 真的要注意 我沒有開車 我也不開車 這很難嗎 因為我現在還不懂 這兩個的 我 我想給你們看來 差別是什麼 你們看 這個是什麼 一樣的啊 這個就是靜止超車 超車 超車 對 因為他們兩個還在一起 這個也像靜止超車 對 你兩個並列 這樣 我也以為只是 我覺得 對啊 沒有 我以為只是車的品牌 不一樣而已 對 哪一個 只是設計的問題 它上 它有一個 平的 然後有一個是上下 對 所以應該這個靜止並行 這個靜止超車 沒錯 美人姐 你答錯 你答錯了 這樣是不練嗎 都是靜止超車 對嘛 這個是舊版的 所以各位年紀一定偏大 因為你們考的時候 是這個版本 還好我不知道 然後是 我們考的時候更好沒有出這一個 我們猜一下 對 我也沒有人弄這個圖案 沒有人弄兩張圖 來羞辱人的 對 現在是這個 為什麼 為什麼要換更新版的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一直以為這個是並行 因為就跟美人姐講的 它是一起的嘛 對啊 那並行是什麼圖案了 它沒有並行 就是沒有靜止 你說並行 除非是以前我跟我兩台公車 因為他們司機是認識的 真的要一個車道一個車道 並行在聊天 對 可是這個真的會搞混耶 這兩個圖都是不能並行 都是不能超車 而且重點是 沒有不能並行這個事情 交通的耗製裡面到底有沒有 禁止並行這個耗製 沒有 好像是沒有這個耗製 那你有什麼好弄不懂的 沒有 可是因為耗製太多了 可是因為耗製變了 它又會有很多新的耗製 所以你常常被開超車的罰單 對不對 因為你覺得不能並行 所以你就給它超過去 就是在路上偶爾看到這個 你會以為是不能並行 你就超車 OK 你會遇到這種事情 我是覺得滑的比較清楚 真的 清楚很 那巧莉呢 蔥跟蒜 這是滿嚴重的 怎麼會 怎麼會 先晚一點講這件事 對 那其實經常很多人不知道 對不對 葉子扁的是蒜 葉子圓的是蔥 看下面就知道了 大顆的是蒜 因為我平常很少在煮飯 然後所以就是 其實常常搞不清楚 到底哪個是蒜 哪個是蒜 你看那個綠的部分 我之前學到是說 看下面這個比較扁的是蔥 然後比較圓的是蒜 蒜 對 對 然後可是那個三星蔥又很大隻 你就不知道到底 到底是那一種 所以你看葉子 我不是跟你講的嗎 看葉子這邊比較扁的對不對 葉子 來 這是不是蒜 你有沒有看到它桌面有個洞 沒有 桌面有沒有洞 這個有洞 來 這有沒有洞 有 有沒有看到 原來如此 學會了 味道聞得出來吧 聞得出來 都臭臭的 黃朗朗咧 你們分得懂海獅跟海狗是什麼嗎 跟妳講還有海脈 一直會拍手 海豹 對 海豹 對 海豹 沒有超讚的 還有海象 沒有 還有海象 我只知道海獅會害怕 海獅會這首歌 他三公海獅會不知所措 海獅會 海獅會 海獅會拍手 這照片 你們分得出來嗎 也分不出來對不對 就是我因為這樣子 我對牠們有很大的陰影 就是我去海參館的時候 我覺得灰的好像是海獅 這應該海獅 土舌頭是比較像狗 海獅嗎 我覺得左邊的是海狗 我覺得右邊的比較像狗 我覺得白的是狗 白的是狗 黑的是獅 而且牠土舌頭 對 牠很像狗 土舌頭的是什麼 海獅 對 那這就是海狗 我還覺得牠土舌頭很像狗狗 逼自己很像 牠們這一族的人 就跟剛剛講 海獅 海狗 海豹 海象 對 海象很好 海象有兩個 只有海象有牙齒 那會拍手嗎 海象有是什麼 海象一定要有兩個 其實牠們應該都會拍手吧 真的嗎 我只看過海獅 海獅也會拍手 應該訓練了 牠們這一族的人都會拍手 都會頂球 真的嗎 是這樣嗎 其實我們也會 對 其實我們也會 對 我們也會 可是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難的 就是 老鷹 雕 然後跟 這個應該是最難的 我跟妳講 雕可能身邊會雕很大隻 才會叫大雕 就體型的話 只能大雕很大隻 雕跟老鷹也蠻大隻的吧 是大雕還是大雕 大雕 大雕 好像看牠們的繪是不一樣的 對 好難 你就要盡看牠的繪 你才會知道 你就回憶一下神雕俠侶裡面 那一隻雕 那個樣子就是雕 可是那個美國 美國那個鈔票上 他們國家的那隻是什麼 那是老鷹 那是老鷹 所以我剛開始結婚的時候 要開始煮菜 那我覺得你說大白菜 高麗菜 那種我還比較容易分這樣子 可是一大堆綠色的 我就搞不懂了 什麼青江菜 小白菜 對 就是一大堆 然後什麼A菜 我都搞不懂 所以我每次都站在那邊 我就說不好意思 我想要買A菜 他說就在那邊 可是我一眼望去 就全部都是綠的啊 我哪搞得懂 然後最後都是 要麻煩人家拿給我 綠色的我就搞不懂 而且我從小到來都不懂 為什麼要叫A菜 所以有B菜 C菜嗎 真的啊 我就不知道 為什麼不叫A菜 對耶 為什麼 它是台語 叫A菜 A菜 那國語叫什麼 A菜 A菜 它沒有別的名字 所以它是用台語 把它這樣翻過來 其實它是萵具類的東西 是喔 我以為錢是因為有政府官員 吃那個菜以後都會A錢 好 好 我們來看兩種青菜 讓你們猜 來 我們桌子推進來 來 好 來 試一下 這邊是 A 這是什麼菜 好 來 請坐檔 如果絕對眼睛看不只可以 來 傳閱 傳閱 傳閱一下 這是B 可是我突然間想不起它的名字 還有土味嗎 可以吃 可以吃嗎 可以 你說是葉子的味道 你是什麼 有一個不能跟那個 請坐 答這個是A 好 這個是B 對 好難喔 來 五秒鐘的時間 五 四 三 二 一 好的 來 好難喔 白菜 A菜 小白菜 菠菜 好 來 請舉反 舉反 完蛋 完蛋了 所以我們看A答對的有誰 對 來 美人姐 A是她 就是A菜 她就是A菜 還好啦 還好我有聽美人姐 剛剛說是我舉A菜 A就是A菜 所以沒有選A菜的先噴 你們這樣有感覺 好神奇喔 是A菜 A就是A菜 好 這個就是什麼呢 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菠菜 這是B菜 沒有選菠菜的噴 天啊 可是我值得嘉獎是 至少我這兩個都在那邊 這兩個都在上面 都在上面 其實我只是寫版 那年乾隆下江南的時候 有一天到了揚州 給他就做了一個 菠菜燒豆腐 皇上就覺得這菜太好吃了 去問他一下怎麼做的 結果那個人 那個老闆就說怎麼做的 就菠菜燒豆腐 可是你要知道 皇上吃飯講菠菜燒豆腐 不優 太普通了 你知道這個人怎麼講嗎 他說皇上這道菜呢 這個是叫做 黃豬哥哥裡面有這道菜 金香白玉排 金香白玉排是什麼 豆腐 紅嘴綠英格是什麼 菠菜 好了 回皇宮了 皇上突然又想吃這個了 OK 就跟那個御膳房就講了 就你知道那年殺了多少鸚鵡嗎 真實的故事 好慘喔 真實的 所以這個就是菠菜 好賣的鸚鵡 對 這個就是A菜 好嗎 今天擺這兩個菜擺在一起 是非常非常高明的一種做法 各位觀眾朋友 你回家試試看 你炒菠菜 菠菜因為鐵質還那樣高 所以你就光 你沒有穿套直接炒 燒燒 OK A菜呢 它是烏菊類 它有一點澀澀的 澀澀的 澀澀的 會帶一點苦味的那個味道 你吃一口就知道 是 是 是 苦味 苦味啊苦味 對不對 然後我告訴你 苦味啊苦味 那個有用 沒有有用 是啊 我們吃了一點不會死 還好今天上來不是拖沙 但是 你回家試試看 兩個一起 一起炒 好吃 又不苦又不澀 好 非常厲害 不會說過 所以 回家試試看 真的 又苦又澀 加起來 我跟你講 人苦跟澀到極致的時候 他就會品味出生活的品味 苦盡甘來 而且 現在記得了對不對 來 我幫他搞混喔 不行啦 我要看一筆兩邊 來 請問這是什麼菜 這是什麼菜 這個是菠菜 這是菠菜嗎 菠菜 答對了 這是什麼 其實我也是硬拆很危險 來 你天天都看得到他 但卻叫不出他到底是什麼 所以等一下我們一連串的題目 要來考大家 對 這是什麼 就 綁麵包的那個啊 就那個啊 但他有一個名詞 綁麵包的 這個有名詞嗎 他不會 他不會就叫做綁麵包的 鐵絲嗎 對啊 我們都會講那個 轉麵包的那個啊 鐵絲 幫我用綠綠的稍微弄一下 你是真的吃起來啊 好 那你說 來 我們 好 給你們參考一下 看看KOL覺得這是什麼 去買麵包組織的時候 一發現上面有一個金色啊 紅色 我一叫他這個書袋 就叫做 是 繁繞在西點外面的那種 鐵絲 他們有時候等於沒說啦 對啊 對啊 但這是我們平常會說的啊 對啊 跟我們平常講的一樣啊 對啊 好 那大家寫一下答案啊 沒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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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字 他就是綁麵包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記得 好像是三個字的樣子 三個字 他是什麼 來 請舉牌 綁麵包 彩色鐵絲 對 綁麵包的彩色鐵絲 為什麼 我 因為 因為 所以麵包金色 剛剛說裡面有那個鐵絲 他們都會拿這出來 對 所以這不是鐵絲 對啊 妳憶面包袋 對啊 如果還都是綁麵包的 那至少應該跟麵包有一點關係 沒有 可是他有時候可以綁那個 小朋友的理解 他也會綁蛋糕啊 或小吃點 對 所以又改名 變成餅乾袋 或是其他的袋 對 瑞君 風口條 為什麼要加閃亮亮 因為他永遠都是閃亮亮 他很少醋麵 麵包線 鐵絲 這真的不好吃 鐵絲 揭曉正解 叫做是 摩 等一下 等一下 這目前很嚴重 這個不可能 我記得剛剛主持人還跟我說 對啊 因為 我也不知道 被誤導了 來 全噴 你去麵包店說我要磨帶 沒有 麵包店 你就是要講自己 對啊 那是量心機能 真的啊 你如果假的 去跟麵包店老闆說 給我磨帶 你去死啦 真的 來 這個東西 生日的時候 或聖誕節 這次滿強的 對 這次它是兩個 連在一起的 一次雙管 來 這個廢話量要夠好 好好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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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你自己發出來的 很像你自己發出來的 好像被煙哥的雞喔 直接叫雞耶 好 這是什麼 先看K2怎麼說 這東西我們小時候 常常在玩 或是在生日會 慶祝都可以看到 這叫做 這叫做 魔法彩蛋 這不就是生日的那個 吹吹棒嗎 覺得是可以 吹氣的雲工 就可以吹氣了 對 一般 好像我們也講嗶嗶吧 嗶嗶 對 來 所以這是什麼呢 嗶嗶 請作答 嗶嗶 喔嗶嗶 你問我夾在哪裡 幾個字 幾個字 嗶嗶 來 我覺得大家都被誤導了 請舉牌 這很難耶 快樂棒 對 這快樂在哪裡 只有快樂的時候會出現它 何樂自有 生日快樂 新婚快樂 還有一個重點 它有的時候不見得會嗶 它不會嗶 有的只有 它沒有嗶嗶的 這個叫 伸縮嗶嗶 口笛吹管 口笛喔 口笛 就寫一個看起來好像比較有 合理的那種 那這個叫什麼 哺啾 就是我去 我自己以前小時候去 就問文具店說 我要買那個 哺啾啾啾的 他們就會拿這個出來 對啊 所以就是哺啾啾啾 慶祝口桑 應該不可能慶祝口桑 這樣有可能喔 這樣真的可以快樂 好快喔 我覺得妳滿快的 你看 他都笑從這樣 很快樂 這什麼啦 這調情滿快樂的 來揭曉了 調情 這個有這樣子刷 要刷哪裡 沒有啊 男生要負責催啦 對 在女生那裡 看 什麼啦 女生還 沒有 好不好 那我就幫妳 妳繼續吹 還會被弄掉 那是她的 那是誰 沒有 我看答案是什麼 太爛 那解是什麼 吹龍 他為什麼有龍字啊 跟龍哪裡有關係 為什麼有龍字 他常常都要吹出來啊 這個就像龍啊 對啊 對 哪裡像龍啊 哪裡像龍啊 我就不信今天會有一題是答對 我們剛剛就說 你們去店說吹龍 他們拿得出來 通通都攀 太難了 好 再來一題 真的有人知道這個東西嗎 這是 這個是夾發 筷子 這就是 我們去那個小吃店有沒有 對啊 不是都會有這個嗎 對 就是那個 沒有啦 你也洗筷子有沒有 對 這個因為會到處飄 對 或者是吸管的那個套子啊 對 請問這個叫什麼 來 先看看KOL 這個東西應該是 那種小吃店的桌上 都會放的那種 怕會飛走垃圾的東西吧 應該是 桌夾做 這個就叫做 這個到底是什麼呢 請作答 我也不知道這叫什麼 他有的時候也不只夾這個啊 有一些發票 有一些這個 好 來 請轉牌我們看一下 李懿是什麼 條夾 因為它都是一條一條的東西啊 那個巧莉是快套夾 OK 好 那你是什麼 沒有快樂夾 回收夾 套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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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回收夾有點像喔 對啊 因為它很多 有的放帳單也在上面啊 膠夾 你會不會人家講膠套夾 他就覺得怪怪的 鄭姐 你們會氣死 他叫做 環保瓶蓋夾 什麼瓶蓋夾 怎麼放瓶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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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不哪裡有瓶蓋 哪裡能放瓶蓋 它這個是一個瓶蓋啊 它是開罐器喔 它是瓶蓋 它是開罐器耶 環保瓶蓋夾 真的假的 它的目的是說擺著喔 給你開瓶用的 那開瓶那為什麼要可以 那個搬開來上面那個 一間二戶 對 擺著都擺著的 本來就要放開瓶器對不對 不是啦 OK 你這個 順便多一個功能 你這個把它回收 是不是很環保 對 對不對 講到重點了 回收很環保 回收夾一夾 沒有 好難喔 沒有 它本來就是要放開瓶器 給客人開瓶嘛 擺著就擺著 不如加減喔 再給人家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看到 對 是這樣嗎 是啦 我告訴你 因為你不來得起背 我會不會講幾次啊 我們有一些話 好啦 裝飽 你是我們覺得很厲害 來 全都沒有 我這個回收起來 也算是一種 那就沒有正確 來 比一碗 知道這個 它就 來 吃一個嗎 這個過年會有啊 它的名字 對不對 好 吃一下這個可以吃嗎 小的我知道 這個細的我不知道 謝謝 不過我知道 粗的是麻辣啊 粗的不好粗啊 對啊 沒有 過年 過年一定會有細的這個 跟粗的麻辣 好帥喔 知道我們吃嗎 謝謝 很熟悉 可是就是不知道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來 我們看K會 這個就是呢 過年回阿嬤家呢 桌上會有東西 然後那時候 我們一開始吃的時候 就覺得它很像麻花捲 但阿嬤又一直說 那不是麻花捲 這個呢 就是拜拜桌上 會有的那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 來 請舉牌 這個我承認我放棄 小汁餅 你知道有一種日本的那個 小餅乾叫小汁 脆條啊 脆 脆 脆麻辣 脆條 脆脆 小什麼 就是因為小時候 我不知道那怎麼叫 然後我就跟弟弟說 然後就一直想 弟弟以為妳在罵他 沒有...就是 而且他真的有 好像還有言外之力 所以妳小時候會吃很多 小雞雞喔 對 長得很像小弟弟 那妳總計吃過多少小雞雞 我數一下喔 沒有 沒有 而且那個蘿莉塔 他不管猜什麼東西 都是通言通語 對 剛剛那個說不啾不啾 這個就說脆脆 因為小時候就會說吃脆脆 阿嬤就會說 妳要吃這個喔 就會拿出來 所以就覺得就是叫脆脆 鄭姐叫做 一吋兩吋的吋 澡子的澡 哪叫這種名字 匆匆噴 這個很不合理 我跟你講 凡是小小常形 我都叫粥嘛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就叫它 因為它說一吋嘛 對不對 好 再來 我不知道這個要講什麼 這個不就是 這不就是塑膠 這不就是塑膠 就是那個啊 塑膠繩啊 變成塑膠繩 綁乾麵 塑膠繩啊 綁乾麵的那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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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看看KOL 覺得這是什麼 這是在綁東西的 妳常常在使用的 金橘蛋 在錄影 這個啊 說了 塑膠套 那如果台語的話 就是塑膠塑 擺麵的那個 那所以呢 各位 天天都看得到它 真的耶 我們這個 但是它是什麼 對 每天都會在我們生活裡面有的 那就是紅色啊 來 請作答 紅茶 對不對 好 塑口條 塑口袋 尼龍繩 塑口繩 銅塑袋 銅塑袋 紅什麼 紅茶袋 紅茶袋 因為便當店都會綁著那個 用的 豆漿也可以啊 好 那就叫豆漿袋 那夠完湯 呢 有變的 甘蔗汁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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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要問幾個 不可能啦 OK 我跟你講 好 我要公布答案 雖然我不認同 這個正解叫做 為什麼 幫提是英文吧 沒有 國外根本沒有看過這種東西 去美國買東西 妳有看過美國人會這樣子嗎 沒有 沒看過啊 這為什麼它是英文啊 我如果去買東西 然後我前面的人店家說 我要那個 摧龍啦 然後說 摩托啦 摩托啦 摧托啦 他講了一段我是你瘋了嗎 對 來 繼續囉 這個 藏魚民間 隨手可得 這就是通馬桶嗎 通馬桶嗎 對啊 對啊 他就是通馬桶的 你去五金材料行買 他就是通馬桶的 他能用你的意思 但是他心裡面在笑你 對嗎 溪大便 文雅講大便西 大便西 大便西 還是叫做快樂西 快樂西 這不能說 西哪裡會快樂 看K2 我覺得它是什麼 我都稱它叫做 馬桶通樂啊 那是通俗器吧 那就是 通馬器吧 但是好像以前小時候就是 都跟同學說 把那個通樂給我一下 應該是吧 有人說通樂 那通樂是一種 我們他們都講那個通馬桶的那根 都會知道是這個 而且一定是那種顏色 好 來 請作答 拖地叫拖把 有一點像 有一點像 馬桶吸盤 有點像 滿像的吧 就壓力圈 因為它 我覺得它的邏輯是 吸壓力進去在那個 通管 馬桶什麼 跟馬桶吸盤 跟我一樣 對啊 就是馬桶的 你連看到那個字 你都不知道怎麼唸 來 就在前面 阿啾那個字怎麼唸 這個字真的唸不出來 對 拖子 拖子 不可能 講拖子 誰知道什麼 我就不想去 武基行說我要拖子 他們拿得出來 不可能 你會被他拿那個吸你的頭 對啊 我們上台網站查 有沒有拖子買就知道 沒有沒有 拖這個字 它是提手旁 其實它這個字 跟哪個字 如果把它改成一字旁的話 就是尺度 公權中心的那個尺度 尺度 尺度 所以這叫 可是還是沒有道理 對 我們也是 今天是長見識 你可以拆拖子 這滿特別的 好 那我們下一個 有沒有吃過披薩 有 有 披薩上面是不是有一個 這個三角形的這個 對 它是放在正中間 有沒有 對 名字不知道 它題目是它的功能是什麼 OK 對 為什麼要放這個東西 功能知道 來 我們請作答 它的功能是什麼 請舉辦 你覺得是防壓架 對 蘿莉塔覺得是分割什麼 對啊 看起來是分割披薩用的 防壓 好 妳是什麼 防披薩被壓扁 OK 就是防止盒子遇熱 它會軟掉 然後整個壓在上面 然後餡料都沾在盒子 好 這邊是固定披薩 OK 好 好 防壓架 好 正解是 避免披薩黏到盒子 它的名字很長耶 沒有 它叫功能 功能 不會有一個物品名字這麼長的 它的功能就是 避免披薩 我們這個知道 對 合子知道 去黏到盒子 所以分割絕對不對 防壓可以啦 防止盒子擠壓 防壓OK 然後固定也沒有道理 所以這兩個要分 分割更沒道理 來 請噴 OK 好 終於有一個 總算 怎麼那麼難 我好喜歡 對啊 便利商店門口 都會有顆度 請問這個 什麼特殊功能 好 大家留意一下 我真沒注意有這個東西 便利商店門口 都有這個顆度 請作答 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對不對 對 我沒有看過這東西 我也沒有耶 隨便想囉 好 這一個顆度的前面呢 會有攝像頭 會有攝像頭 好 請舉辦 不知道 對 量身高 戴圖身高 戴圖身高 看它什麼 看當天就是包裹有多少 因為像那種什麼雙十一啊 那包裹的 知道包裹的 對 就是看 門一開進來 那個臉的臭料 你說量包裹的高度喔 對 他知道這個高度 店員有心理準備 他等一下又要忙了 就是讓他先自己 知道自己的方法 幹嘛讓店員心情不好 這個 店員抓犯人的比例子 對啊 就是你出去 你可以知道很 如果發生什麼事情 他可以很清楚 那這個是因為我剛剛講 有攝像頭 對 比如說他校園 一經過就知道 超沒線的 因為有那個比例子 對 我剛剛沒講 有攝像頭 為什麼要講他 就是抓小偷犯人 來 這個其實就是量身高 之所以會貼在 自動門的旁邊 主要是如果發生 突發事件時 可提供警方相關嫌犯的 身高體態 所以就是方便目測 歹途的身高 對 我也是想說量身高 可是我想說 為什麼要量客人身高 對 攝像頭是重點 對 攝像頭真的很重要 所以只寫量身高 是不行的 你不要每一次在那邊量 他們是給你量的 沒錯 麻痺在那邊 好 來 雜數的請噴 OK 好 來 最後還有一個 這是鋁罐對不對 鋁罐的拉緩出的方便打開 還有什麼特殊功能 我之前有看過 有 它有一個小廟方 它有一個特殊功能 不要把它拔起來 這個我終於會了 求婚 求婚 對 我還是因為 因為偶像劇都這樣演啊 對 偶像劇都這樣演啊 對 偶像劇 偶像劇會拿拉緩當 會 偶像劇 漫畫也都這樣 就是沒錢的 學生時代的時候 會做這樣子 我以為之後 風神如霜會這樣演 那個是以前的拉緩 現在拉緩那個洞這麼小 誰可以過得去 對啊 有特別小嗎 都這樣演啊 固定吸管 真的假的 轉過來 怎麼 它的拉緩轉過來 就是它是 轉過來 轉過來之後 然後你的吸管是在這裡 對 它的口會變小 你看多方便 對 就不會晃來晃去 對 吸管就不會在那邊晃來晃去 然後一直滑來晃去 這樣子 不會怎樣 可是現在又直接喝啊 它的另外一個功能就是這個 怎麼可能就是求婚才對嘛 那些過度浪漫 無可救藥的求婚者 來 請噴 求婚超合你的 對 好 接下來 太浪漫了 還有 就像蘿莉塔 也有個毛帽對不對 這個 請問毛帽頂部的這個球 有什麼特殊功能 它有功能嗎 這哪有功能 它沒有功能啊 要不然它幹嘛搞這個球 它就是一個造可愛 有沒有 它那邊有一個球 沒有 這個毛帽頂部都要有一個球 這個球不可愛 為什麼它有功能 它不是只有雙式而已 它有功能 沒有 想清楚喔 快樂帽 快樂嗎 快樂嗎 裝可愛了 來 請作答 OK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來 瑞君說 你說這樣子喔 對啊 就是這樣 有需要這麼方便嗎 沒有 想這樣子 我想要 你剛好拿嗎 我想為了 而且你剛好拿著 你就帶著啦 還拿著 你一直怎麼少人 沒有 因為冬天的時候 大家都穿得一樣 黑媽媽的 可是你要是 有戴頂帽子的話 它這個感覺就是一個標示 你遠遠看就可以這樣 那頂帽子 蘿莉塔在那邊 那很好笑 那一顆球耶 那天都戴這樣的帽子 你認得出來嗎 就是覺得好像應該是吧 你的 裝飾好看 好看 拍雪 就是拿來 比如說那個球可以拿來 清身上 或是什麼 你東西需要把雪剝掉 你一直說 拿下來然後這樣清 對 對 然後掌風物裡有雪 你用那個這樣 好 裝可愛 也是可愛的 對啊 這哪有什麼功能 因為 毛帽沒有毛球 真的就會變不可愛 因為它其實是用在 保護你的頭部 OK 這個起源於歐洲的水手帽 為了避免水手帽 在狹窄的船艙內工作的時候 撞到頭部 所以先設計毛球 你就可以偵測你上面的危險了 就是你毛球會碰到的話 有一個距離 你就會知道要小心 你就會知道說你不要再往 高度了 對 高度 對 這樣子 廚師帽也有這功能 對啊 對啊 那種這樣這麼高的 廚師帽的功能不是 廚師帽的功能 是怕他頭髮掉 有時候菜沒有頭髮 那為什麼要做那麼高 廚師帽為什麼要做那麼高 因為 撞大車 你們要放老鼠啊 傻瓜 他有的頭髮多 如果亂彈阿翔 然後他當廚師 這樣嗎 他應該有分等級 也有分地方不同 對 那是象徵性 大廚的感覺 然後你們會覺得說 他又沒有連神經 為什麼碰到 我會知道 說一點奇怪 他們這個是 這個經過研究過 是真的你就是會知道 因為他有一個連動性在 你看你倒是不是知道 沒有感覺 真的嗎 這樣沒有感覺 根本沒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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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感覺 完全沒感覺 發生危險 不是啦 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測試 不是這樣子測試 來 蘿莉坦站起來 走過去 有感覺嗎 知道了 是不是有東西 有一點點回過去的感覺 再來 因為這整個直接用到頭 再來 你都要直接抓到額頭 有沒有 有啦 有感覺 有沒有 這樣有感覺 你低著 你本來低頭在工作 好 低頭在工作 好 低頭在工作 哪裡 好 來 好 好 好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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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身體有防紙袋 真的有防紙袋 因為那顆球 有防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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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防紙袋 就會 不會霜到頭 對啊 這樣就合理啦 比較像全部裡面 那個防紙的墊子一樣 所以果然他不是為了耍可愛 妝可愛用的 全部答錯 噴 太難了 太難了 不好拆 今天這個都滿難的 真的滿難的 這些題目 做這一集也是 我們開始關注一下 我們周周圍身邊的人事物 是 好不好 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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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大家都有名字 我也想起 我回家跟我老婆說 那個摔子 摔子 摔你媽 摔子 不是嘛 這是不是告訴我們說 這裡還沒摔樓 他有名字的 所以如果我們把這個名字 弄清楚 我們彼此在傳達意思的時候 就會更明白 更明白 不要叫人家綽號 對啦 以後就被人家說 我要買那個搓馬桶的那個 那根那個黑黑的 我覺得人家會給你這個 可是你講摔子 他會 因為大家沒有去強調這個嘛 對不對 是 那我們就開始告訴大家 原來這個叫摔子 摔子 摔挺圈 對 好 謝謝 就來 就來放挺圈 我現在就吹了 吹龍 吹龍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大家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 早就來看見 唷 最多的影片 都信任 出了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